秒开油管配战,就用西部时间,www.sworld。 北京时间3月29日,胡人进行训练,备战明天,对独行侠的比赛。 胡人主帅沃格尔的一番话,在设媒上,引起了热议。 他说,我是自己最大的批评者,这是我能成为一名成功教练的原因。 他的这番话,也引来了胡人跟对名记,哈里森费根的调侃,沃格尔,可能没有设媒。 赛季至今,胡人的表现非常糟糕,这位昔日的冠军焦头,多次被骂上热搜。 他的排兵布阵,也受到媒体,和球迷的质疑。 谈到自己本赛季的直交时,沃格尔,给出了评价。 我会给自己打分,每场比赛,都是如此。 当我们输掉比赛时,这显然会更难。 每个人打了几分钟。 我有没有让球员们,出场过多时间? 我是否充分发挥了球员实力? 我们是否制定了正确的比赛计划? 当有问题伤害到我们时,我是否做出了足够好的调整? 我们采用了什么进攻套路? 我们的防守,是否糟糕? 我会评估所有事情,我是自己最大的批评者。 对于我而言,这就是让我在这个联盟,成为一位成功教练的原因。 因此,虽然所有的这些失败,都是痛苦的,但过程是好的,整个过程,都是健康而有力的,都是为了不断改进,为了让我们有一个尝试解决问题的心态。 沃格尔的这番话,很快引起热议。 转发这一内容的,跟对明记,哈里森佩根写道,我可能有不同的意见。 沃格尔最大的批评者,要比他自己大得多。 他可能没有射媒,所以我明白,他不知道这一点的原因。 对他来说,这,没有射媒,可能是一个不错的生活选择。 也有球迷回击沃格尔的言论。 过程也不好啊,兄弟。 一个球迷写道,还有一个球迷写道,说得不错,但做得太差了。 胡人目前,以31胜43负的诈计,排名西部第10,落后第9的提胡,0.5个胜场,领先第11的马刺一个胜场。